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你来看 儿福联盟调查公共场合目睹 大人打骂小孩的经验中发现 有近九成的民众都曾经看过 其中更有16.6%的民众表示 他们每个月都会目睹到这类的事件 因此儿蒙推动零暴力空间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个据点加入 打造安心更好的社会 民众用手机拍下在公共场合中 目睹大人打骂小孩 根据儿福联盟调查发现 有近九成民众有类似经验 其中更有16.6%的民众表示 每个月都会看到这类事件 其中超过五成民众是在购物商场 或是餐厅美食街目睹 显示多数儿哨不良管教行为 都发生在有大量人群的公共环境 因此往往容易造成当事孩童自尊心低落 甚至伤害身体和心理层面 当孩子受到这样子的情境的时候 他会开始改变他的一些人格 他的这个认知会开始改变 然后会开始withdrawal 他会害怕跟别人交际 他人际关系会开始不是那么顺利 那接下来就开始会有不健康的行为 包括抽烟喝酒性烂交 而这些不健康的行为 就导致了疾病以及死亡 所有的这些措施里面 预防绝对是最重要 而且是最省钱的 在暴力事件即将要发生之前 如果有第三者能够好好的确认说 有适当的技巧 来避免这样子的暴力事件 打小孩事情发生的话 那当然可以进一步去预防后续的一些变化 而且其实大多数的家长 其实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了 只是那一刹那 就突然间理智断线了 如果那时候稍微缓和一下 有一个适当的空间 像这样林宝宁的空间 缓和一下提醒一下自己 过了就过了 大家在做下好好沟通吗 体罚对孩子的影响 我们儿蒙每一年都在做调查 其实他影响的不只是亲子的关系 还有孩子的自我价值 那长期来说 不管是他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 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也是儿蒙长期在推动 希望是爱孩子领暴力的这样的概念 那在2011年我们推了曲思太以后 我们在2021年 接触了一些国际的组织 希望推动的是领暴力空间 他就是更进一步的去觉得 人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大人其实不能打小孩 也希望小孩不能打大人 或者是大人小孩之间 都不要有暴力的状况 调查也发现遇到这类事件 有六成民众会先站在旁边看 必要时再出手 而其次超过三成 则是装作没看到或是不处理 显示领暴力空间设立的重要性 透过公开且显额意见的标示 让进出场所的人知道 这是一个领暴力空间 不管是餐厅 不管是医院 或是一些公共场合 包括他们找了县市政府来帮忙 所以我说了 其实我不敢 当然我没有数据说 他未来会有多有效 但我必须说 总比什么都不管 来的一定会更有效的 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最后一句就是 对于这些受暴力的孩子 我想说一句 救一个就算一个 我们只要救到一个我们就赢了 我们其实准备了有五堂课程 从初节 当然我们提倡的是要及早介入 当然其实如果这样的暴力还没发生 我们看到就是气氛不太对了 比较紧张了 我们其实工作人员就可以介入处理 但是当然我们的第五堂课还是谈到通报 因为有时候我们处理的过程 就发觉说孩子其实可能已经有在家里 或者是平常就不当被对待 我们还是会提醒说据点的工作人员可以通报 那如何进行通报 而福联盟零暴力空间倡议行动 已经成功号召超过一千个空间贴上标章 而福联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一同响应 为保护儿哨而努力 爱孩子零暴力 红纳老人福利基金会议举办寒冬助老刻不容缓 独居弱市长辈关怀计划 希望在四个月内募集到三千万元来帮助老服务经费 邀请到连续六年担任寒冬助老的公益大使Ella 呼吁民众用爱来帮助较弱的孤独老人 我们来看看 头前臂夹娃娃 艺人Ella 陈佳化和独居长辈差一点就夹到拐杖爷爷娃娃 不死心继续夹 终于夹到开心的又叫又跳 这台创意捐款娃娃机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结合时下流行设计发现角落孤老人大型创意捐款娃娃机 结合商场展开北中南巡回站 让民众与朋友孩子家人体验娃娃机时 也能同时关心独居弱势长辈拯救角落孤老人 我刚刚看到了赴眼阿公 还有听力不好的长大婆婆 我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爸爸他其实现在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样 然后呢听力不好 的确他已经带着助听器了这样子 可是我对于拐杖爷爷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知道拐杖爷爷的原型本人 他每次只要是社工去探望他的时候 他总是笑容满面的 然后那个笑容满面就是一种感谢大家来关心他 感谢大家还记得他然后来给予他帮助 而且他也愿意能够去给予大家一些帮助 有心的感触 他们很有爱心 主要提供给社会一些弱势团体 或者这个像我这样一个老人 很好的这个生活上的关心 提供一些服务 最重要的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就是都是都给他 很感动的 对 感动啊 感动啊 都给他对 关心老人 关心啊 阿公 阿嬷 生活比较迫 我们买照以来买年菜 还是送那年菜 哦 很开心的 这样才送十几年了 每天 每年都在记台我们买送年菜给他们 好 有 常常去加热乎还是去前年 去带他们去买年菜 哦 很开心 我们都用大家设论论论语 有了 有几十个人设论论 大家都很开心 每个人都在买 买到很重要啦 听说 如果是知道 你要带他们去买东西 都不会睡不着 你只会问这样 好像小孩子要远去 有 常常有的 知道我们家都在买家 你已经在买家 你已经在买家等了 是啊 很期待就对了 好 九十岁的李爷爷 第一次体验娃娃机 也同时圆了爷爷 想尽一己之力助人的梦想 宣传宏道的公益活动 连续第六年担任 寒冬助老公益大使的Ella 也呼吁民众一起用爱 帮助角落孤老人 那我今天在来的路上 还特别看了一下 宏道老人基金会的官方网站 然后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历史 他们从1995年就一直创立至今 已经服务这些老人家们 独居长辈们已经28年的时间 而我才六年的时光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然后也很开心 可以持续的为这些长辈们服务 然后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六年 然后陪着宏道老人基金会 然后多多关心角落的这些可爱小生物 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从主角变成配角 然后再去抢角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会是那一群人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样子的爱去延续下去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持续关注 这些社会上角落里面需要被照顾的 独居长辈们 其实我们最关心的 或者是我们常年都在提供的 我看了一个我们去年的一个 在彰化的一个服务报告里面 其实大概有24%左右的长辈 非常需要心力支持这样子 也就是其实独居的长辈 其实他在家里面 他的孤独感会特别的重 所以在社工的评估之下 觉得这件事情对长辈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很关注长辈 怎么样降低他的孤独感以及提升他在生活上面的幸福感 以及有机会让长辈多一点的社会参与 这个也是在我们所有提供服务里面 将近是19%这样子 那回过来看这近万名的长辈里面 其实我想刚刚讲到 我们很希望可以让他有很好的这个陪伴这样子 那我最近因为快过年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不然我来搜寻一下在那个Google的那个图片 不是可以搜图片吗 我就用过年两个字来搜这样子 然后出现在第一页里面有两台图片 其中11张图片里面的7张 里面那个照片都是满满的人在围炉 然后我就想哇 其实这个大家对于过年 特别是年节这件事情 大家第一个想象就是很多人陪伴 然后很多人可以一起吃饭 这个也更凸显了 其实我们一直很关心长辈 其实平常他们没什么机会有人可以陪伴他们 除了我们的志工我们的社工长 所以在年节期间就是接下来11月到2月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透过寒冬助老的服务计划 透过陪他们一起可能是除旧不新 然后陪他们送他们这个过年需要的物资 或者是带他们走出家门一起来陪购物 然后陪他们吃一顿围炉餐 然后或者是过年了之后 长辈最喜欢去的是到庙里面去走春跟拜拜 这一切都很希望可以让他们过一个满满的有幸福的年子 洪道基金会持续以半年货围炉餐松年菜等服务 陪伴长者温暖度寒冬外 也藉由创意设计吸引民众关注影法议题 进而同理长辈处境一起助劳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金奖导演杨首逸 耗时超过三年花费千万完成超热血的纪录片 赤心领颠 又贴身拍摄越野炮折古明镇周青 成功挑战中央山脉送走最速纪录的过程 赤心巅峰记录中央山脉大纵走越野挑战 是穿越不同天后地形在野外进行的极限运动 挑战计划由人称山顶廊的越野跑者古明镇发起 邀请越野一哥周青加入 两人前后共翻越40座百月 全长322公里 创下8天16小时54分钟完赛 缔造中央山脉纵走最速纪录 我觉得中央山脉很美 我们常常说它是护国神山 但我们其实对这座山的完整性是很陌生的 非常陌生 它叫什么名字 我们只知道它叫做中央山脉 中央山脉有60座的山 它是有名字的 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念出它的名字 甚至也以为它是国外的山名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对我来说 透过中央山脉把全部的容 他们的脸 他们的容颜 然后他们的名字在电影里面大量的呈现 对我来说在地理 地理或历史上 其实它充满教育意义的 大部分台湾的生态影片 都是结合林物局或国家公园 这样的系统来介绍 非常好 也得到很多国际影展 但是从人的努力 跟山的登山结合 这种比较极限的故事 是的确比较少 我希望的确它可以跟这个世界 更多的对话 刘大哥压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时间 是不到九天 整个路程 谁也不敢保证说是一路平安 片中不仅有古明镇与周青正式挑战时的跟拍记录 也有他们训练及场刊的画面 以及两位跑者险些罪癌 溺水等惊险过程 相差三十岁的两人 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极限 也发生剧烈争吵 最终一同完成这项艰难的挑战 前面就是闲爱 我们不是一个团队吗 我们不是走一起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我们在那里大吵一架 因为我自己也想到哭出来 冲突还蛮多的 应该是说 面对每一个不同的选择 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那每个人的选择 还有想法是很不一样的 那古大哥他是按照他的经验 经验谈 但是我的想法是 我按照目前的科技 我的手机我的轨迹往这边走 但是他的经验是告诉他往那边走 所以我们在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 那个当下是很痛苦的 那个就像是全身赤裸的走向极地 你不停的站斗 但是你没有任何一刻可以停留下来 那你停留下来就是争吵 然后再争执 所以这有时候是需要去磨合的 学下坡的那个能力也要很重要 它不代表是你失败 而是一个处境而已 我们人常常会在高山跟低谷间回荡 我们不见得一直在高峰 所以教育里面教我们一直上高峰 教我们练习高峰的技巧 其实我们要练习下坡的技巧 我们才有办法再能力上一个峰 中央山脉的故事 刺青天峰不是教我们只爬一座山 它是连峰式的爬山 所以他一直上上下下一直爬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故事其实充满了教育的意义 然后也其实也满抵立人心的 任何企业也好 或者是自己来对应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对照才对 镜头捕捉了台湾屋脊的绵延山巒 串起中央山脉的面貌 呈现人与山之间的紧密情谊 导演杨首逸表示 一直都很想拍摄 以中央山脉为主角的纪录片 非常幸运地遇见古明镇与周青 透过他们的越野精神 带观众一同感受台湾山林 最扣人心弦的感动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有些人 因为先天身心障碍 或者是后天的疾病 无法向一般人 可以畅所欲言的表达想法 根据资料推估 台湾大约有30多万人 正遭遇沟通上的困扰 因此AAC辅助沟通系统诞生了 第一社福就举办了 第一届的AAC影音创作比赛 要让更多人认识 辅助沟通系统极其重要性 脑性麻痹的阿航 虽然可以理解日常对话 但开口发音对她来说很吃力 透过辅助沟通系统AAC 从图卡及文字点选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多重障碍的红红 则是用眼神 从图卡中选择 想吃的点心 想看的卡通 因为有了可以自我表达 及做选择的机会 红红现在可以 更有自信的和人互动 那红红的话 它本身的话 它说话上面是有障碍的 它没办法说完整的句子 它只有几个单字 它最常使用的是M这个词 可是M这个词 对它来说就有 接受或不接受的差异性 但是有时候这个M的词 让我们在判断上 选择性还是有点少 所以它有一些 如果透过那个单字的发声器 或是图卡的方式 我们就比较容易 很清楚地知道说 它可能要四个学校里面 它喜欢哪一个 它目前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然后今天 今天 我们和 继续 我们好开心 我们都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社福举办第一届 AAC影音创作比赛 共有19件作品参赛 或讲作品 以动画 短剧 类纪录片 等多重形式 让社会大众更容易理解AAC 以及如何帮助使用者 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呢 他会用哇哇大哭 来表达他肚子饿 或者是想要妈妈抱抱 那长大了之后 我们会用口语 来表达我们的需要跟想要 可是有一群身心障碍者 跟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说出自己 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藉由这样的一个 辅助沟通的系统 那辅助沟通系统的内容呢 可能包括图卡 或者是点读 打字 吹息滑鼠 凝视版 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辅具 协助他们 把自己的想要跟需要说出来 让他们获得跟外界 沟通互动 跟社会参与的机会 那我们也很感谢呢 今天我们办了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AAC沟通平台 然后影片介绍的颁奖典礼 让社会大众更加的了解 这社会上有一群可能没有办法顺利沟通的人 可以藉由这样的一个辅具的帮助 跨出跟人家沟通的那一条障碍 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在社会上 与人家接轨跟沟通互动 那促进整个社会融合 第一社福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让社会大众了解丧失语言能力 不代表只能过着孤独或沉默的生活 经由AAC的支持 有口语沟通困难的人们 也能够和他人沟通互动 自信地表达出自己的需求 想法和情绪 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 新一区公所与台湾国际青少年联合会 举办2023圣诞主题音乐剧 来自世界各国的志工 用满满的能量与热情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2000年前的伯利恒小镇 耶稣的诞生场面 宣扬圣诞意义 还有圣诞节家家户户的温馨故事 这是国际青少年联合会的志工们 带来的演出 结合新一区公所举办的活动 带给大小朋友圣诞的欢乐氛围 我们这次非常荣幸 可以跟我们这个IYF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来合办我们这个圣诞主题的音乐会 那这个圣诞主题音乐会 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到了年终岁末 接近这个圣诞节 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趣 那这个演出非常的精彩 我们这边所有来演出的都是我们的海外的志工 是来自好多好多个国家的 所以今天下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过一个非常充实 也非常开心的一个午后 欢迎各位我们新一区的居民 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 今天下午一起来跟我们共同来参与今天这场音乐趣的饗宴 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这是我们新一区公所 搬到这个新址以来 第一次在我们这边办这样一个大型的音乐趣的活动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我们IYF全力的支持 大家在开场的时候 其实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国际青年之工 非常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温暖 那他们呢在这个每一年年底 接近这个圣诞节的前夕 就会举办这样子的全国巡演 那今年非常荣幸我们的首发场 就在我们新一区这边 那我想今天表演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个道具啊 然后各位各种这个表演 都非常非常的扎实又精彩 오늘은 두 가지 공연을 할 것입니다 今天会有两场表演 첫 번째는 이 성탄절의 의미에 대해서 이야기를 합니다 第一场是就是关于圣诞节的意义的一个故事 예수님의 탄생에 대해서 이야기를 하고 是关于耶稣的诞生 第二个是家庭的故事 一个家庭他们的心和为一 让他们的家庭会和睦的一个 这个主角是一个叫做安娜的孩子 他也常常开玩笑 也看很多的一些事物 然后他就是发现了家庭的珍贵 然后让这个家庭变得和睦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故事 没有的这个家庭是有多么的珍贵 마음에 그런 것들을 알 수가 있습니다 会让他们的心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个 有很多人在韩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巡回表演 美国也有这样的巡回表演 很多人都受到了感动 满满的活力 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 远渡重阳来做公衣服务 目前幕后包括道具服装都亲自筹备 借着海外国际活动与世界接触 同时也培养国际意识 观赏者也借着音乐剧 感受圣诞欢乐氛围 找到属于家庭的文心记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湾平均每10人就有一人罹患糖尿病 为了要导正国人对糖尿病的迷思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表扬长期勇敢面对糖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小婷就获得杰出成就奖 糖尿病友透过舞蹈表演展现其心控堂 也能获出缤纷人生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举办2023世界糖尿病日 第二届长寿幸福杰出成就奖章颁奖典礼 表扬长期勇敢面对糖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竹庭10岁就读小学三年级时 就检查确诊为第一型糖尿病 已和糖尿病共处30年的他 认为糖尿病不可怕就像其他慢性病一样 只要好好控制日常生活也能与常人一样 台湾是一个美食天堂 真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我觉得控堂对于我来说 我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必须要一直缺席 然后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看得到的一些食物 他可能就是啊我知道这些精致糖 或说有些淀粉碳水化合物这之类 但是有很多的料理它是隐藏的糖类 它隐藏的会让你血糖会变高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去靠一些经验法则 或者我们每次就是有回诊的时候 跟营养师这样请教跟一些护理师请教 所以我说这个控堂应该是一辈子的课题 那你还是可以享受美食吗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们像第一行我们打胰岛素的就是说 我要能够去抓到就是说我今天吃一块蛋糕 然后它我可能血糖会升高多少 我必须要用多少的胰岛素去把它压下来 对就是去抓那个balance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希望血糖不要忽高忽低嘛 对然后那你说当然有时候会不会有失准的时候 会当然会 那这时候就是就是我们就稍微记起来 然后就是哦下一次我在遇到差不多的分量 或差不多的食物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我胰岛素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 哇伯伯最近血糖不错耶 那你再去吃什么 我喝牛奶会泡路面包 泡路面包 泡路面包太甜了啦 是啊喔 哎呦啊 夭壮啦 护理师 打胰岛素不敢打啦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李陶骏表示 台湾各类药物都有 但不少病友对药物存在错误观念 例如认为西药长期服用会伤身 且糖尿病照顾不一定要去大医院 基层诊所也能助糖友控制达标 这就是我们要宣导的是社会正向的力量 然后扣除一些糖尿病的迷失 迷失就是说我们打针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跟打毒药一样 或者是吃药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这些就是给一个正面的宣示 医疗整治刚提到这个各项体质支付计划 这个都有 而且现在有所谓的巷弄长照站 这个基层院所也可以执行哦 那还有什么 像领法健身俱乐部这个也是 那甚至有所谓运动跟科技计划 所以在这里面做健康促进 这里面其实精神的角色也很重要 大家了解喔 糖尿病是过去几十年来 在翻译上面 大家到最后就觉得 这个其实好像怪怪的 有个尿字喔 其实所谓的糖尿病就是血糖膏而已 就是血糖膏嘛 那高血糖往往其实就是 不会单独的一个存在 那高血糖它其实会合并 并且高血压高血脂这些等等这些共病一起存在 那可以好好地做所谓的诊治可以好好做为维固 可以好好地有所谓的生活品质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希望透过颁奖表扬模范病友与照顾者 藉由真实案例分享激励堂友们与家属们正向面对疾病 倡导正确的照护观念 记者预期会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有24%的上班族过了65岁也不敢太早退休 有九成担心退休金不够 粗估退休后的每个月生活费平均要35,203元才能够花 熟练的介绍每一款服装特色 今年58岁的蔡小姐原本是年收200万的服装公司老板 疫情期间结束公司 中年失业的她四处投递履历却无回应 在朋友的介绍下转战保险业希望开创事业第二春 我是全部我就以那个漏斗型的方式去找工作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专职权能就是服装设计嘛 设计师所以设计师的工作或资深设计师的工作 或是设计部门经理的工作我都有去投履历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也去投包括人事管理方面的 因为我有管理的经验 那第三我也去投履历就是跟业务 还有那个旁外面的一些工作有关系 我也去投履历 还有第四部分包括便利商店大夜班的工作 因为他们大夜班很 我总觉得应该是比较有缺 结果当我去面试以后 大夜班的工作也没有缺 这样前后过了大概七八个月 我一直都在吃老本 就是我以前有一点积蓄 那一直到积蓄快要花光的时候 就贵人就出现了 那我就觉得打开我另外一个视野 普遍我周边的朋友他们都希望六十岁就退休 因为就是说如果六十岁就退休 体力已经不好了 可能钱也很多都给小孩子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真正的生活 跟现在也没有办法安排去旅游等等 拥有高学历的Ashley 过去担任过空服员 补习班英语老师 还拥有英语领队的执照 当初因为结婚离开职场 42岁时准备重返职场 投递超过40份履历 都因为年龄卡关 让她感到相当挫折 我其实投履历 也跟刚刚的蔡静怡讲的 不是殡葬业来找你 就是殡葬业或者是 以前有房屋代销公司 或者是这个当然没有保险业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这跟我的专业实在差非常的多 因为表演跟这个教学 都是一个传送知识的工作 事实上是语言互动可能是比较单向的 所以对我来讲我会有点惧怕 再加上他们上面写的都说 青壮年 事实上年纪就是到54岁为止 那非常尴尬的是我今年是56岁 所以呢 其实我得到了这个feedback 就是他们给我的回函是非常的少的 刚蔡小姐还说她跟你说 一个礼拜之内会回信 我接到信都说 如果您没有被录取的话 我们这样不采与通知 就不通知您了 如果你没有接到信 你就是摸摸鼻子 就是不要再来问了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 45岁以上中高零售房者有24% 过了65岁也不敢太早退休 且一旦离职后 有高达8成8的人认为重返职场有困难 其中更有将近4成5悲观认为 要找到合适的工作 维护其为 我们这一次是针对45岁以上的职场工作者 来进行调查的 我们发现他们在整体来说 对于自己退休年龄的想像 认为自己我希望我撑到65岁再退休的 有1成4 14%左右 甚至有10.1%是觉得说 退休这件事情我想都不敢想 那也有10.1%的民众是觉得 不管是他是已经财富自由了 或者他对于职场真的已经相当厌倦了 他认为自己希望能够在50岁以前就退休 所以整体来讲这个平均年龄 我们在对于自己退休年龄的规划和期待 是平均59岁 那退休之后 他们是不是要继续工作呢 退休本来就不代表一定要离开职场 这个数据在台湾 我刚刚的劳动产业率偏低的这个数据 相比之下有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我们发现有67%的民众 他们对于退休后 还要继续工作的想法持正面的态度 有等于说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在退休后 还是想继续工作的 那其实只有11%的民众是觉得 我退休后我就不想再工作了 有22%的民众是觉得我还没有想法 我可能还要再思考看看 那至于退休之后要做什么呢 很多人觉得说 我毕竟刚从原本的职场离开 希望能够让工作跟家庭 或者是其他个人的生活 能够保持一个弹性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兼职 或是即时工作的这个比例 还是比较高的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一个比例 是希望能够往这个方向去找 那还是希望再找另外一份正职的 就比较少 大概有四成多 还不到一半 那对于退休后 想要一圆老板梦的 则是排第三 有超过三成的民众 是希望能在退休之后 有创业的机会 那退休之后 刚刚提到 到底是不用工作 不想工作 还是不能工作呢 我们发现在台湾 刚刚有67%的民众 在退休后 还要继续工作的原因 很可能是经济压力 退休之后 到底要有多少的收入 才能够维持理想的生活品质呢 在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 整体算起来 平均的数字 是来到35200多块钱 也就是说大概退休金 能不能够支营这个金额 就会是他退休后 要不要继续工作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就发现 有90%的受房 认为退休金很可能 不足以致应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水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对于退休之后 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在现在 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未雨绸缪的情况 也是有的 我们观察了 这些受房者 对于目前在退休 做准备的一个情况 比例最高的当然是 劳退自体 也就是说你 除了本来现在 就已经雇主帮你提拨 退休金之外 自己额外在提拨 6%的这个部分 有来到51.8% 其次依序是 包括是ETF股票基金的投资 投资型保单的购买 或者是虽然利率并不高 但是能够存起来 还是聊胜于无的定存 那最后则是 有人还是希望说 我能够投资一些 副业来增加被动收入 这些都是现在 还没有退休的 这些中高龄的工作族群 希望能够为退休 进行的准备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黄凯元表示 中高龄者 具有丰富的业界经验 人际互动拿捏得宜 对于人力吃紧的餐饮旅数业而言 透过职场在设计 以及弹性工时的安排 退休族群可望成为 劳动市场最佳的 打造北台湾移居生活圈的想法 基北北陶合作的1200元交通月票 将城市相互连结成生活圈 创造经济产值 净零碳拍的成效 在打造移居生活圈高峰论坛上 思维市长也对市政 近一年的成果与展望 侃侃而谈 未来在无论 我要把台北市打造 第一 Founder Friendly Sea 创业将友善的行事 我们全面动起来 第二 AI Driven Smart City 一个以AI为导向核心 发展的智慧行事 第三 我也跟高岛市长讲 台北跟福岡市 以及之前我去首尔 跟首尔市长面对面看 包括之前到上海 我也跟这些成果讲 我们希望即刻来落实 我们双方 两座城市创业家 创业基地 共享计划 也就是双方 两座城市的创业团队 创业家 互访到各自城市 只要需要创业空间 for working space 我们都可以共享 我想是极客来落实 所以这是台北市未来 发展的一个愿景 方向目标明确 所以可以创造 我们首都圈千万人口 跟基本法四县市合作 一起努力 我上任以后 譬如说 营养午餐免费 或是小学里面 这些中小学老师 这些非正式的老师 全年聘起 让这些学校教育 学准能够提升 老师能够安心地教书 让这些劳工说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去补贴他的薪资 可是他的这个 因为劳工相对都比较年轻 可能他们的小孩在就学 所以这个 营养午餐不要在你 家长负担 你们的学校老师 要让你们放心 他们绝对会非常安心地 把小孩交好等等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 我们希望说 他没有后顾之忧 在学校里面 上学的小朋友们 这些子女们 能够让他们觉得说 在桃园 虽然 刚刚讲说 心思不像高科技 那么的贡献量力 可是在桃园 旧学环境 他们可以先安心 大家都了解 我们基隆俗称 雨港 雨都 它下雨 一年超过200天 而且这200天 有一百天 可能是集中在冬天的 四个月里面发生的 所以我未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特点 就是要打造基隆 成为全台湾最多 优良室内空间的一个城市 我们首先先打造 亲子的空间 我们在我就任的三四个月 我们就打造了两座 所谓的室内合同乐园 我们在耶诞节前 还可以再开两座 然后在明年第一季 还可以再开三座 那现在呢 其实跟这个两位 双北的市场 报告一下 我也很开心 现在有很多家长 其实会带孩子到我们的室内儿童来玩 因为很简单 昨天我们室内儿童乐园 虽然是公益的政府空间 但是商业等级 是营业等级 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公益 跟社会的一个设施 所以第一阶段 我们希望打造亲子的 再来我们打造给成人的运动 以及大家都知道 现在都很重视毛小孩 毛小孩也是跟我们小孩一样的疼爱 所以未来基隆 希望有很多的 很棒的亲子空间以外 也会打造很多 毛小孩的亲子的室内空间 我们利用我们的区域形态 跟机队被讨 一起连结 所以民口 我们跟巴默 淡水 它有智慧物流 因为我们有台北杆 过来后 板桥 新庄 三重 芦州 五谷泰山 是我们金融跟世卫的中心 像Google Google的总部就在我们板桥 再往南边 到了中和新店 我们有高阶遗产 因为双合医院 配合我们的宝高 很多的大的企业技术 再往北走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系统 芝通序 跟我们的南港跟基隆 可以变成一个金帽的狼蛋 然后往右边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土城的 传统的智慧制造 开始转型生计 然后三年文创 可以跟大西整合在一起 面对四个城市如何跨域合作 蒋万安自豪1200元月票 张山正则谈到 焚化垃圾合作影响深刻 也希望四个城市 共同打造城市生活风格 谢国良认为 深化区域合作是必要的 未来基隆捷运的建设 将能大幅提升基隆的竞争力 首先基隆一定要合并成直辖市 所以我们跟新北跟双北 还有跟基北北陶跟陶连 我觉得我随时随地都会提醒 我们这些直辖市们 应该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 一起来谈合并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条件 要把它提升 所以我想透过我刚刚讲的 把基隆的条件做得更好 透过基隆捷运 把周边的整个产业跟就业发展出来 我相信那个时候就会水到渠成 在7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到新加坡去参访 新加坡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 在很多政策的规划 他们有一个2030Green Plan 2030绿色计划 而且很明确地执行方向跟做法 比如说他们2030年 要再多种100万棵树 很具体 他们在尖峰时段 要使用大众运势工具的比例 要达到70% 到2030有25%的学校要达到碳中和 所以我们去新加坡 也特别去他们的环境有趣部 去跟他们做谈 去了解他们怎么样来推动达到2030 进行碳排目标 所以台北市我们回来 我们也理定了 每10年阶段性的减排目标 2030我们要减排40% 2040希望减排60%到21% 我觉得我们将来四个城市 在这个合作平台上面 我希望在开始 我们基础健身 大家都在哪里进行 中央有45分的经费 大家都非常辛苦 因为捷运 其实就是所造成在地交通这个终极 可是我们开始要去 打造我们四个城市 合在一起 所谓生活平衡 生活平衡 会叫什么 就是体育活动是一种生活平衡 文化活动是一种生活平衡 比如说 我一阵子 我再讲一句 好了 你们这个一阶代城 一阶代城 一阶代城啊 我自己搞一阶代城好不好 不好啊 那个我觉得 这么近距离 我们自己搞一阶代城 很有意思 我们过几天 你搞一个万圣节 万圣节 万圣节以后 你们就不要再弄 我不要弄 万圣节你来弄 大家 都跟合作 把这种生活品味的层面 一个一个拉来起来 会后接受媒体联放时 被问到蓝白和议题 四人先尴尬微笑对视 张山正说 美社入细节不便评论 蒋湾重申朝政党轮替目标前进 基隆市长谢国梁则判 柯文哲侯友仪面对面谈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全民健康基金会主办的好健康小学堂 今年跨出都会区 整合各方的资源与爱心力量 达到全民健康的宗旨 大家你知不知道食物吃进去之后 会到哪里 会到哪里 然后还有呢 食堂 食堂 对 基隆市服刑国校小朋友 来到台北全民健康基金会上课 透过互动式课程设计 学习健康知识 这是全建会主办的好健康小学堂活动 今年跨出都会区 前进新北市基隆市小学 提供优质课程 看我们未来的国民健康教育 小学堂教育 可以像我们合并助手一样 从台湾北部到台湾各地 桃园基隆南部 东部贯穿中央沙漠 打通正都两梦 南部跳过泽水溪 打到蔡总统的家里 恒分半岛 让我们这个小学堂 可以全国辩地开花 我们不能够把教育只有留在台北市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社会爱心的力量 让他传递到台湾各个偏乡角落 所以呢第一套 好 感谢丘副市长 让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那让我们的这个 合运的同仁 可以绝证这样的爱心 那带着这个基隆的小朋友 可以实体到这个基金会来 那见证我们国人的这个 费力组织 带给社会健康的这个知识 基隆肺胖小舟的比例 是16.33 在111年 比110年有稍微下降 但是在全国的比例还是高的 我们都知道别话 跟脂肪是干系有关系的 那我很感激 用这个方式 从小扎根 小孩子健康好 我们将来才会有前途 才会有希望 我们2017年最早的伙伴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这里 然后我们有 从第一年开始 执行这个好健康小舟堂 一直到现在 我们他也是一直都有机会参加 对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总共有超过2000以上 2000年以上的师生 有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每个活动 回来我们都有看到回馈 我们的老师小朋友们 对于这样子 非常非常有好玩 好玩的一些游戏体验 然后教很多深入前出的一些 我们的健康的观念 还有正确的运时观念 其实这些对我们的小朋友 对我们老师 都有好赖好白的帮助 好 今天要特别感谢基金会 其实在去年 首先让我们新北市的两所学校 那其中一所是我们的片腔学校 一所是我们所谓的非山非师的学校 让我们两所学校 用线上的课程的方式 就是来参与我们的全民健康的小学堂 这样一个课程 那因为这个课程的设计 非常的生动有趣 而且是有透过一些 线上抢达的方式 所以其实学生给我们的反应都是 欸我们觉得透过这个课外的课程 让他们收获很多 而且尤其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其实很珍惜这样一个 课堂外的教学的资源 所以这边要特别代表 市府感谢基金会 还有所有提供爱心的伙伴们 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学资源 全建会今年也和汽车租赁企业合作 免费接送跨区国校来到全建会 实际参访与体验健康课程 充实健康势能与生活视野 课程里面通过鼓舞感 让孩子操作 然后还有最近最流行的一些资讯教育 让孩子可以通过眼睛 还有操作手操作 然后触摸手感 然后去体验一下 未来这个健康教育 落实在自己生活的重要性 所以说各位 感谢各位心甘我们的宝贝 让各位小朋友都有好心甘 然后落实在自己生活中 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甚至他们可以把这些好的观念 带给家人 然后可以一起拥有健康的国民 跟健康的家庭 我们在推动健康的议题方面 我们学校有分组 我们每个学校都有分组加入 这个健康处境的议题 那我们学校是做健康体位 所以我们从饮食 睡眠 运动 这个方面来照顾小朋友 那我们今年非常开心 有这个基金会的这样子的资源能够依注 那这些资源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基金市的小朋友更健康 我们更有活力 那代表学校单位呢 非常感谢这些资源 各位相信人士的支持 健康啊 健康啊 其实啊 其实跟年龄性别 颜色啊 或者说地域啊 区域啊 城乡都没有关系 每一个啊 人 每一个啊 城乡啊 每一个啊 县市啊 城乡症啊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员 一个工作 所以呢 在这里面当然 合影制作者 算第一家啊 支持这样子一个活动的一个企业啊 那我们也希望说 就刚刚刚刚去 徐教授讲的 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够在扩展中 我们是原来的台北市 然后到 近上半年新北市 然后再下半年会 加入 基隆市这样子 这个啊 这样子 能够把这个啊 范围 慢慢的破 越来越大 好健康小学堂 自2017年开始推广 创新活泼的健康课程内容 荣获台湾永续行动奖 和亚太区永续行动奖 双料同奖殊荣 在学童建立健康观念的关键阶段 和传选正确的健康知识 达到全民健康目标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第六届美丽基隆影片及摄影创作比赛 公布今年最佳影片奖 参赛作品 陶海人的情书 获得评审青睐 以前都出去两三天就回来了 现在这个村子都会去一国 自己不怕啦 不怕土 真的碰到大风大浪 就在海边漂流啊 海间那些人比较有任性味 有志情啊 大家都会互相啦 但是我们平常比较擅长的可能 是针对人物的访谈啊之类的 这种记录的影片 所以我们就想说 不然我们试试看 就是用比较记录的方式 然后就是比较人文的这种手法 来记录基隆的美 然后其实我们在 就是我在设计这个影片的时候 就在思考说 其实就是大家都说 现在的科技资讯其实很发达 或者是发展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拍照 或者是录影这件事情 就是用记录的方式 是我们可以跟受访者互动 然后就可以体验到 就是这种人文之间 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我觉得是这个城市 或者是这个比赛之间 一个很美的 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这样 我基隆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充满着很多故事的一个 一个场景嘛 但也是有很多电影 都在这个地方取材嘛 不过就是那整一个氛围 然后以及那个所谓的人情味 你在菜市场遇到人啊 你在渔港上面遇到人 你都会觉得 带着你就会觉得 好像都很有故事 而最佳导演奖 最佳剧本奖 最佳手机奖 和杰出作品奖 每一件作品 都从基隆角度出发 呈现人文风情 和有爱的城市 副市长邱佩玲 亲自出席颁奖典礼 肯定创作者的用心 用镜头呈现美丽基隆 美丽基隆有爱城市啊 透过不同人的眼光 让他们描述出 对基隆这一块地方的爱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有从风景的 有从人文的 有从最细节的环保 还有各式的不同的面向 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基隆的美 更重要的是 基隆的文化的内涵 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很有意义 也很棒 当然也要感谢 我们在地的基隆有限电视 可以为在地 让更多人认识基隆 好 恭喜我们的金奖得主 乌子谦 而色影主金奖 由观音大士 辟友游轮获奖 就像观色影菩萨 无时无刻 保佑基隆 这座城市 更是与今年 有爱城市 比赛主题相呼应 是不是有机会或讲 大概就是怎么样 去说这个故事 然后这一届的 这个比赛 这一届的比赛 我觉得每个人 每一个创作者 都有他自己的叙事方式 所以我们在 培学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 其实很高兴 会看到那么多元的影像 而且有非常多 自媒体的创作者 都拍出非常好的影片 所以我非常鼓励 就是年轻人 可以思考一下 除了在画面之外 怎么样透过一个精彩的 叙事方式去说 关于你想说的故事 除了颁奖典礼 活动特别安排 岳玉梅合唱家族 登台做开场表演 多首精选怀旧老歌 高水准唱功 让台下观众 听得如痴如醉 那看到金融 很多很多的进步 所以我特别带六个合唱团 我们一报名就86个人 就额满了 特别来 除了今天参加这个盛会 我们还要好好的一日游 把金融最漂亮的地方 秦仁湖 和平岛公园 曹青公园 外木山的步道 都走一趟 我觉得原来整个世界 可以用眼睛看到 可以用笔画出 最终是可以用声音来唱出来 那这回的合唱团 是一个好朋友 燕玉梅老师的合唱家族 他们唱得很棒是 每一个歌 他都搭配了一个人来表演 搭配了一堆活动 我觉得这个表演的层次 是可以在国家剧院可以看到的 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 可以让他们演出 第六届美丽基隆摄影比赛 分为影片组和摄影组 摄影组参赛作品有407件 影片组有38件 报名相当踊跃 所有得奖作品 从即日起到12月14日 在基隆东岸商场二楼展出 另外也将在基隆公用频道 和魅力基隆YT频道播出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琪借过 你那是无银角吗 怎么亮的 快教我 什么无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不赢了 赶快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超方便 只要扫描脚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脚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纳一尺共 一氧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擔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